在过去的24小时 这起事件也是成为了国际最大的一个焦点 这也是俄英两个大国近年来 最接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次 那么在您看来 为什么这起事件在国际舆论场 会激起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度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海军大国 而且更因为英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北约 那么这件事情几乎到了冲突的边缘 实际上反映的是 是俄罗斯同北约的关系 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 所以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甚至是非常强烈的担心 因为一旦发生 因为按照北约的规则 一旦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遭受攻击的时候 就将被视为对整个北约的攻击 因此如果俄罗斯的这个炸弹真的扔下来 打到了英国军舰 这个造成一定的损害 甚至给击沉的时候呢 那就等于说 俄罗斯在对北约宣战 而北约面对这样一个攻击行动呢 又不能视而不见 说打了英国就会打英国 这不是打北约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北约的条约就决定了 如果打了任何一个北约的军舰 那么北约总体就要采取行动 因此呢就是说当这个俄罗斯和英国在这个亚索海出现了这种几乎要这个军事碰撞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根据北约的这种条款 以及根据根据俄罗斯的这种自己画的红线 实际上俄罗斯同北约呢 现在通过这件事划到了战争的边缘 而这个战争边缘的导火索 恰恰是由北约挑起的 就是他把自己一个成员国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舰支派到了俄罗斯的红线 压到了俄罗斯的红线 那么俄罗斯呢对此做出强烈反应的时候 那么才引起了这样一个紧张局势的高度升级 而这种升级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那么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就有可能在双方都不愿意的情况下 不得不展开